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在下午1点到达第一个港口 Icy Strait Point 所以早上还是可以悠闲的在自助餐厅设个丰盛的午餐 今天我们是朝着Icy Strait Point前进 但是今天的天气不怎么好 下雨而且很蒙 煙雨蒙蒙的 不晓得能不能看到鲸鱼了 这边是全世界鲸鱼最多 也是野熊最多的地方 趁机会就在船上走走看看 赌场也有小点心供应 7楼24小时的餐厅Logo 可以做看大堂的活动 也可以在餐厅里就着 这边是我们来煮餐厅吃午餐 这样的地方 午餐后顺便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看到喜欢的便马上下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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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是最之前的码头 不需要做管兜了 这个我们就很记得了 上次来也是停这里 people are walking the trails 这些来载人家去那个 whale watching的 看鲸鱼的 然后那边岸上有人在走那个trail 这是我们的船 停在Icy Street Point 所以比较方便也是不需要坐那个吊车 就可以直接自己走去adventure center 像我们上一次一样 就方便很多了 那边都是adventure center 出口就是adventure center 那隔壁就是dugpoint smokehouse 这里就是adventure center里面 他除了有卖东西 也有旅行团 这边可以报名团体旅行 很多人 那边有礼品店 好我们出去 这边都是dugpoint bar的后面 这是dugza的gondola 那今天都不需要坐这个吊车 本来我们是应该去坐这个吊车 我们的船 在Icy Street Point 我们现在走到码头这里 这个有一个金鱼的像 这个有一个金鱼的像 这些本地人的住家正对着 海湾美景十足 你看 今天好像没看到金鱼哦 到目前为止 上一次做很多 对吧 那边有一个金鱼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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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回看就是这样 这个海湾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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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牧原 越下越大 大家都在这 这个是在Crab House里面 很多人在吃螃蟹 那这边的价钱倒是不错 35块有一整只 15块是一边 这个是在Crab House里面 这边表演厅 大家都在躲雨 那边都是买渠车的 可以坐车子到镇里面 那边都是等车子的地方 但是我们没有打算再去镇上了 那边就是等车的地方 这个就是走路去镇上的那个步道 欢迎来到Huna, Alaska 跟着这条步道就可以去到镇上了 自从2018年第一次踏足 Icy Strait Point Ho 便喜欢上这里 跟别的阿拉斯加港口不同的 使他们本地原住民充分合作 把这里打造成理想的旅游圣地 所有建设都安排得整然有序 异于其他港口 加上天然美景 及众多野生动物 成为很具吸引力的地方 虽然这次天呼造霉 加上我的腿力退化 没有走到镇上 而且也没有见到鲸鱼 有点失望 但人很高盛 再次来访 有兴趣可以在下面留言区 连接我们2018年时的报道 详细看看当年我们第一次造访的情形 即镇上的风貌 北红色 文字幕组 文字幕组 里面 今天的晚餐 我们享用赠送白金会员的第一顿特别餐 墨西哥餐 今天我们来吃墨西哥餐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拍到 因为有音乐在后面 这一顿竟然出乎意料的满意 每道菜都比想象中美味 这一顿竟然出乎意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個是八層的甲板 我們在I-10區 我沒有下去了 身體有問題 有下去了 谢谢您观看这次的视频 请继续观看接下来的游轮之旅 让我们一起到NCL Encore去看阿拉斯加 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分享免费订阅及留言 再见愿上帝祀福大家平安喜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